荣爵看懂了 他娘只是要让他跟着一块儿哭穷 然后装不认账的 这真有点拿不出手的丢脸呢 王奥轩也是挺无语的 他忙道 若是荣家欠了银子 我们王家愿意给 老爷爷 你有什么事 直接说出来 我看看能不能化解一下 咱们老祖宗的话说得好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了了就没了 您看 也不至于就此一定要惹得大家都不高兴不是 王奥轩这会儿这话说的 还挺有道理的 几个人不由得将目光看向了他 不过 宋世锦连忙跟着点点头 对 如果是银子的事情 这位王家的小少爷有银子的 剑老的眼睛微微一眯 刚才他就在一旁观察着眼前的这位女子的 这原来就是荣亦的妻子啊 原本他还以为 荣亦能取名什么样的媳妇 这回看起来 真的跟荣亦一个样子 都是贼精贼精的 这骨子里 两个人可是像透了 一瞧就挺差不多的 剑老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他这一回也算是明白了 这荣亦的媳妇是个什么情况 这倒也挺正常不过了 好像如果媳妇不是个厉害的 那又怎么可能拿捏得住 那个贼精贼精的荣亦呢 这一对夫妻俩平日里 八成都是在互相拆台的吧 他的眉头微微皱起 看着眼前的荣亦媳妇 你相公欠我的 不是银子 而是人情 人情 不是银子呀 那就好说呀 老人家 快请进来 咱们有啥人情不能过的呀 您进来我这院子里说 人情 就得用情来还 反正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他先把人给请进来 说上一些好话 做上一顿好饭 听他慢慢讲就是了 荣亦这混账东西 也不知道在外头惹了什么事 这会让人家都找上门来了 他还不能不当一回事 等荣亦回来了 他再找他好好的算算这笔账 怎么也得跪上个三天三夜的 一天三顿饭 一天三顿打 老人家 您请进来坐吧 宋世琴瞅了眼自己的儿子 还被眼前的老人给抓着的模样 轻咳了一声 提醒了下 这样一直抓着三个孩子 不是会让自己很累的吗 不如您也好好休息一下 省得一会儿胳膊该累了 荣爵连忙点点头 对对对 先把我们给放下来吧 王奥轩这会儿也不吭声了 说实话 他们已经被拎了好久了 那脖子都有点酸了 老夫都不嫌累 你们三个娃娃倒是精贵 荣爵和王奥轩还有牛蛋 顿时也不再说什么话了 万一一会儿真的要被他继续给折腾着 那就有点不大好安排了 老人家可是有什么要求 您说了我们家一哥欠了您的人情 也不知道到底他这是欠了您什么人情啊 若是能说得清楚的话 还请您直接对我说 我能帮忙去做的 就一定做 你这女娃娃倒是瞧着有几分乖巧听话 你这女娃娃倒是瞧着有几分乖巧听话 他也不会跟那个浑小子一样跟我玩音的 那是 我可是很老实的 您只要愿意直说 我一定是乐意帮忙的 人情的事情先放一放 我听浑小子说了 你会做饭 嗯 还行吧 至少还是能吃的 老爷子 您这会儿坐着 我这就去给您做好吃的 您等着啊 这老头一开口就说起这个 宋世锦哪里还能不明白是个什么情况 这会儿只要能做一顿好吃的 这事情 那可是就会很轻松的解决了 宋世锦进了厨房 容觉立刻就跟了进来 娘 这老头要吃的您就给他做啊 不然呢 眼睁睁的看着你继续被人家给拎小鸡一样的拎着呀 可是 他这什么情况您还不知道呢 管他是什么情况呢 只要现在不打架什么的 那就好 你没看得出来人家很厉害啊 这点我瞧出来了 要不然我也不至于会被人给这么抓着啊 那我不早跑了 对呀 你既然都知道这一点 那也应该很清楚 娘这是要帮你 所以这会儿你就别乱想了 你这既然回来了 一会儿我做的好吃的 你也跟着吃点 连着宣哥跟牛蛋 也让他们留下吧 哦 知道了 那我先让王奥轩和牛蛋回家一趟 跟他们家里人都说一声 也守得他们家人着急 既然有娘来处理 这事儿八成也不会闹得多大 他娘这人的实力可是很强的 这点儿容易很有信心 毕竟连他爹那样的人都能拿得下 那其他的人还能处理不好啊 容爵跑了出去 找到了王奥轩跟牛蛋 说了这事儿 让他们先回家报个平安 你确定你娘能处理的过来 用不用的找我回王家多叫点人 不用 这老头的身手厉害着呢 我看八成你叫多少人来都不成 我爹都不是他的对手 用正常的方法肯定是不行的 你就别瞎周通了 王奥轩一想 倒也是这个理儿 他们如今都是有几分世面的人了 倒也知道点事儿 很清楚这老头的能力 那可不是王家的几个护卫 就能怎么样的 王奥轩只能先回去一趟报个平安 让王家的人不要前来惹事儿 至于牛蛋 他只问了一句话 你娘一会儿真的做好吃的 怎么了 嘿嘿 你给我留点啊 回去跟俺娘说一声 就立刻过来 你个吃货 娃娃 你这会儿还站在这儿 怎么不怕我了 剑老把这院子给瞧完了 一时没什么事儿 就找容爵聊起了天 我一开始也没怕你呀 为什么不怕 你又不会把我怎么样 我为什么要怕 你怎么知道 我不会把你怎么样 这还有什么好想的 如果你真的要动手 一开始就动手了 何必这么多废话 你又没有把我怎么样 而且到了我家来了 也没有将我娘怎么样 只说了要点吃的 这本来就不算什么的 我自然也不必怕什么 如果一个人存心要寻仇 哪里会这么好说话 要动手早就动手了 这会儿还用得着这么好脾气地坐在这儿 所以在我看来 你八成是对我爹不满 估计我被他给气到是真的 最多过来我家做客 倒也不会怎么样的 剑老这会笑了起来 这小子果然如容易所说的那般 的确聪明得很 这样反而让他更觉得有些稀才了 有道理 我呀 就是过来做客了 容绝听到这话 这才松了口气 他小大人一般的 这会觉得自己 也该劝劝眼前的剑老 其实吧 老人家 您啊 别跟我那个爹一般见识 他有点不是东西 那个人就是那样子 您啊 就心胸宽光点 就把他说的话不当一回事就行 嘿 你这小子就这么评价你爹的 你爹还不说你不笑 呵呵 我要是不笑 那也是被我爹给逼的 像我爹眼里 那根本就没有我 你瞧瞧他做的事 有把儿子就这么卖了都没有 这大概是您见到的头一个吧 剑老瞅了眼容绝 倒是点了点头 这个说的倒是实话 这种事 我还真的头一回见到 你这小子也的确是被你爹卖给我的 这也是我头一回见到 哼 这不就多了 所以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他对我都这样 对你能好了 所以啊 你有什么气就尽管撒到他的身上 也被他给忽悠了 剑老摸了一把胡子 这会儿 他更想收着容学为土地了 这孩子有这种观念 那实在是太聪明了 这以后肯定是能把容易那个浑小子给治一治的 有道理 不过我跟你爹也已经说好了的 以后你这还是要归了我管的 你爹太了解人心了 他给了我一个不容拒绝的好事啊 我若是错过了 那才叫可惜 想要瞌睡的时候 那就给你一个枕头 这么好的事 他为什么不干 这么聪明睿智 长得又好看 而且根骨又极好的徒弟 这在他晚年的时候 能碰到 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啊 容学听了这话 莫名有种不太舒服的感觉 老爷爷 我能问问你 我爹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好事不 简老神秘一笑 这会儿倒是也没再说什么了 没多久 王傲轩与牛蛋两个人 很快就又回来了 简老瞅了一眼 又摸了一把胡子 心地更是欣慰 他刚刚自然也把剩下的这两个娃娃 也一并摸了骨 三个都不错 而且三个的悟性都是奇高 除此之外 他们更为难得的还有些互补 甚至于连排兵部阵和对战 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嘿 容学是吧 还有你们两个 这会儿你们三个既然到齐了 现在就跪下来 给我磕三个头 我先开始教你们一些 过了几天 你们再一道对我行个拜师礼 老夫这纵横一辈子 如今倒也算是后继有人了 简老心地汹涌澎湃 表面上 他的表现还是比较淡然 可内心却在此时是无法隐藏的激动的 容觉 王奥轩与牛蛋三个人面面相觑 这老头发的什么疯啊 什么拜师礼 我们没打算拜什么师傅啊 王奥轩有些傻眼着道 他这话才一说出来 剑老随手就捡了根树枝 直接敲在他的脑袋上 以前没有 从现在这一刻开始 你们就有了 王奥轩的头这会儿疼了一下 他立刻摸了下自己脑袋 这会儿还是有点懵的 这个老爷子 你要说我们三个当徒弟 嘿嘿 没错 跪下磕头吧 容觉和王奥轩一脸无语 牛蛋冷哼了一声 这回他倒是很有骨气 不跪 凭什么要跪下磕头啊 我就是不跪 他这话才刚刚说完 站在他身边的容觉和王奥轩两个人 却是扑通一声 已经跪在地上了 不跪就挨揍 你们两个就不知道提醒我一下 自己跪了 害我一个人在这挨揍 而且你们也太没有骨气了 人家让你们拜师 你们就拜啊 他实力那么厉害 还是我爹给交过来 你觉得我爹认识的人能差得了 好像有几分道理啊 既然是容觉的爹决定了的事情 你不管怎么样否定都是没有用的 还不如安心的听话 这两个人真损 牛蛋倒也是个聪明的 这回也大约知道自己以后的处境了 二话不说 直接跪了下来 师父 徒弟牛蛋给您磕头了 王奥轩与容觉在一旁 也跟着磕了头 这也是跟容觉他爹娘得到的一点感触 像是这种情况 磕头才不算丢人呢 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就算是多磕几个 那又怕啥 见老瞅着眼前这仨 心底笑开了花 这表现更不错呀 一瞅这三个这种表现 就知道 他们还不是死板不通事的那种 这种自然是最好的 行了 你们三个都起来吧 以后 你们清楚自己的身份 我让你们做什么 你们就得做什么 三小只点点头 一副特别听话的样子 见老刚收了徒弟 这会儿心情正好着 也不着急对他们进行训练 这会儿的见老 想得只剩下一件事了 也不知道 这容易的媳妇 那做菜的手艺到底如何 容觉 去厨房帮忙端饭 老爷子 来吃饭了 老爷子 您请 吃饭的时候 老人先动快 这是规矩 也是对长者的尊重 这味道真不错呀 本来闻着就很香 入口之后 不油不腻 满舌头都仿佛被这香气给笼罩了一样 好吃 娘 他让我们拜他为师 我们已经磕过了头了 原来是容觉的老师送上门来了呀 这应该就是容易做这事的目的了 给容觉找一个夫子 这事也的确是挺重要的 夫人 这位老爷子的身手很好 有可能不比夫人差 老爷子 您尝尝这个 这个味道也不错的哟 见老眼睛一亮 倒也是丝毫不客气 毫不犹豫的直接就塞进了嘴里 见老对着宋师紧竖起来大拇指 你这菜做的味儿很正宗 既然老爷子喜欢 那就多吃点 您还想吃什么 尽管说 只要是我会做的 一定认真做好了 给您尝尝 见老点点头 倒是什么话都没再说 毕竟也没啥意见了 好徒儿 这里有三个 连吃的东西也这么好 他还有什么好球的 宋师紧眼瞧着见老这个态度 又知道他已经收了自己儿子当徒弟 以后 那自然是要用心教导的 他这会儿已经把眼前的老人家 给当成是自己人了 不不 你跟睦睦两个 先随我一道去荣誉的房间一趟 我们将房间的备褥整理一下 以后就让老人家住在那间房 那这主子回来了 要住哪儿 自然是跟着夫人一起住了 他们两个之前就一直睡书房的 不不早就听了牛二嫂 说了不少的婚话 倒也知道点之前的事 宋师紧被不不这么一调侃 脸顿是红了的 还不快点干活 要是做不好 你们可仔细你们的皮 等到见老吃饱喝足 宋师紧便对他说起了让他住下来的事 见老一愣 您让我住下来 我刚刚听爵儿说了 您说了他当弟子 看得出来您是个狭义之人 这平日里风里雨里的 说是来来去去的不也麻烦吗 不如住下来 您就把这儿当成自己家 您是爵儿的师父 他这也是应该的 古代的规矩宋师紧是懂的 这人拜了师 便要照顾人家师父 不但要管师父的一日三餐 更是要养老送终的 说是有可能 所学的东西有朝一日 也是要帮着师父传承下去 这样才算对得起人家传授的这样一门手艺 走 我带您去看看我给您准备的房间 您瞧着还满意不 说是有什么需要 可以直接跟我说 为什么要让我住下来 你可以不必如此 我这家里头人太少了 住的人多点了就会很热闹 老爷子住在这儿 对我们都好 我总算明白了 为什么容易那个小子心思那么重 却能看上你 又能对你那般用心了 哼 老爷子说的哪里话 其实是我高趴了 容易这人真的不错 行 我不说你相公不好 你把你的手伸出来 什么 宋师紧一愣 虽然有点奇怪 不过还是听话的 将自己胳膊伸了出去 见老将手指放于他的脉搏上 搭了下 而后皱起了眉头 你之前是不是服用过一种 叫绿肥红瘦的药物 宋师紧有些不解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药物有什么特别的吗 绿肥红瘦 顾名思义 便是服用了这药的人 若是个瘦子会变胖 若是个胖的 则会变瘦 不但如此 皮肤的脸和手脚 也会变得又黑又肿又极为粗糙 宋师紧的目光一礼 这不是与他刚刚穿过来的时候 那个状态一样吗 原来宋大小姐 一开始并不是因为生了孩子变胖 而其实是因为服用了药物 所以 他才会脸和手脚那时候黑得很 身子却是原来的肤色 而身体也会因为相反的作用 而变胖 这其实是服用了绿肥红瘦 可能吧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这体内现在还有这样的药物作用吗 还残留了一小部分 不过影响不大 你可以是长期做了一些锻炼 因为大量出汗 饮水 饮食上也断了药 就将这药物的药性给消除了大半 如今还有一些残余 对你也没什么影响了 宋师紧一听这话 心底只觉得有些好笑 原来 他做的减肥方面的运动和饮食 居然歪打正着地排了毒啊 而且令他意外的是 他的运气还算不错 您还懂一些医药知识啊 那是自然 老夫啊 上之天文 下之地理 也算你相公的半个师父 可惜 那个荣誉越长越歪 难怪荣誉如此聪慧 还有那般实力 原来是多亏了您的教导啊 那如今您来做荣爵的师父 这以后对于他而言 也是极好的一件事了 行了 别拍我这老头的马屁了 你的心思啊 都写在你的脸上了 我这以后就在这里住下 你们叫我剑老就可以 所以我也希望我这一身的剑术 能有好的传人 那肯定会有的 只要有人用心肯学 自然会完成您的心愿的 您又是饱读诗书的 那我就不让荣爵再去四处学习了 跟着您就可以了 这以后都要多靠建老了 你们觉得这一次咱们败下的师父 是不是会比较严厉 万一太严厉了 以后咱们的日子怕是会苦不甘言啊 那该怎么办啊 咱们也没办法改变这结果呀 那不如反悔 牛蛋立刻摇了摇头 这可不行 若是反悔了 那咱们成了什么人了 不是要被人给笑话死啊 王好轩却是跟着点点头 可以 荣爵你做什么 我便跟着你做什么 荣爵拍了拍王好轩的肩膀 还是我轩哥可靠 他当然可靠了 就差没把你给捧上天了 你要是不与我们一道 那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了 我这儿可不留不聪明的人 谁说不一起了 我也一起 不过我有个条件 你TMD还敢有条件 做事学学人宣哥 干啥事人都不要求回报 牛蛋猛的摇了摇头 没好处的事我可不干 那不好好做事的 叫傻子 我才不要呢 荣爵皱起了眉头 这个不要脸的混蛋 他竖起了一根手指 一个我娘做的烙瓶 两个 终结翻了个白眼 就一个 爱干不干 牛蛋立刻怂了 好好好 我跟了 接下来 你做什么 我跟上 嘿 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嘛 其实咱们也不是说话不算话 更不是做事不靠谱 一定要推翻自己的承诺 咱们这纯粹是正常思维 如果大用下来 确实要被人给害了 那自然是不能硬撑的 这硬撑下来 那最后被种死的 还不是咱们自己 反正不管说啥 你记得一个烙饼 你他妈就知道吃 好好好 保证给你安排 你这尽管放宽来心便是 就在这三个人都想好了 接下来要做的事的时候 忽然耳边传来了一道声音 你们三个过来 牛蛋心想着那块烙饼 便先行一步 到了剑老的跟桥站着了 荣爵与王傲轩也跟了上去 剑老见到牛蛋最先 唇叫勾了勾 而后一指荣爵 你来得太慢 一旁马步新蹲两炷香的时辰 你们两个剩下的蹲移炷香 你们蹲完了 监督着他去坐 一会儿完成了 过来找我 荣爵无语 牛蛋嗤嗤地笑了 荣爵这个贼精的 总算是遇到了个厉害的了 这老头正是荣爵那小子的克星啊 荣爵有些傻眼 虽然惩罚对他来说不算太难 可这也有点 怎么说呢 小小的丢人呢 话说 他还不至于就这么被折腾一通吧 也的确是有些郁闷来着 荣爵最后 被罚着蹲了两炷香 对于他来说并不算难 他平日里蹲马步 那可是习惯了的 早就已经练得很纯熟了 王傲轩与牛蛋 先蹲完了一炷香 他们都是练过了的 不过平日里练的并不算多 这会儿蹲着起来了 腿还有些打颤 总算是蹲完了 咱们该监督荣爵了吧 这小子 难怪天天被荣爵给欺负 就是人比较傻了点 我继续与荣爵一起 再蹲一炷香 反正监督着他也没什么事 倒也不如蹲完了的好 荣爵看了眼王傲轩 心底暖暖的 他仰起了下巴 得意这道 我就知道香格对我最好 我去 这王傲轩真的是处处都要表现呢 万件是你都蹲了 我能不蹲着呀 牛蛋一咬牙 想了想他的烙饼 又想着不能让容爵这混账小子赖账 便跟着也蹲了起来 三个人都蹲完了两炷香 那腿都快不是自己的了 牛蛋两腿已经颤得快抽风了 他平日领号偷懒 这一次却是为了自家兄弟 呃 其实是为了烙饼 他居然坚持完了 连他都不得不佩服起自己来 就是腿真的直不起来 基础功如此之差 以后每天蹲着马步听我读书 我读一句 你们念一句 读完后背诵 每天背诵三百字 第十日复查 未曾遗忘者休息半日 忘了的 重新再背 十日算是三千字附送 而且也算是反复记忆了 每日某时起床后 热身后跑山 早餐后开始蹲马步背书 每天的安排皆是如此 晚饭后 虚实骇实继续 不过不用背书 只做检查背诵情况和学习剑术 说要这么练习 那我们还怎么去私塾上课呢 你们被我从私塾带回来这一刻开始 还想啥继续去上课呢 别想了 以后就好好的跟着我练剑 松绝他娘 话说 这剑老是不是练得有点狠了 咱们这孩子 可是以前都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啊 苦倒是真的挺苦的 不过 眼瞧着他们仨还能承受得了 你也尽管放心 我瞧着大体是没什么的 他们这样训练训练 以后指不定还能有所成就 这倒是以后能让我们这做母亲的放心了 王夫人皱起了眉头 打量着眼前的容绝的亲娘 容忆那般的人才 算是这村子里数一数二的 之前人人都讲容忆娶的娘子不怎么样 好似为人又懒 又肥又黑 不知道多少人替容忆心疼不已的 此时 她真的瞧见了 眼前的这无数次被人给说了闲话的宋大小姐 却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王夫人可曾吃过这样的团子啊 我这还是第一次做 你尝尝看 我看你们家奥轩啊 在这表现得挺好的 什么 血本是哪里有不吃苦的 这年少的时候不吃苦 长大了吃的苦就更大了 容绝和牛蛋都能受得了 你们家奥轩一样可以 王夫人已正 她这担忧的心情 顿时又放松了不少 这团子味道还真不错 挺好吃的 你说的对 其实 我便是真的劝轩哥儿 他也是不听我的 说来笑话 这孩子自小脾气就倦 做事自己特别有主见 之前 他总是带着一群孩子们乱来 如今我瞧着 还是长大了不少 他还是挺会照顾人的 嗯 我们容绝多亏了轩哥儿 从旁照顾了 他们三个感情好 这是好事情 儿孙自有儿孙福 你要是真的心疼 那就等轩哥儿回去了 多做两身衣服给他穿 生活上照料得好了就行了 哼 好 他在这儿就劳烦你费心了 不妨事 做个大锅饭而已了 现在我这儿还有丫鬟 这做家务也是做得过来的 可以 我也能叫轩哥儿身边的丫鬟婆子们 过来照顾着 这估计到时候见老叫生气了 怎么的也不能让孩子身边 再跟着更多的人了 这么多人跟着 又怎么能叫学本领呢 哼 说得倒是 不过我呀 就是有些想要替你分担一些 省得显得我这个做娘的 有些束手束脚的 倒是什么都不成了 不光孩子们之间会被人攀比 这当娘的做得好不好 旁人也会说些话来 向来做人就不容易 哼 如果你真有心 那你就自己过来 最多带一个丫头 然后我教你做点心 你那儿子挺喜欢我的小时的 说是你学成了 便常来就是了 好 那就听你的 宋小姐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你若是不开门与我相见 我便在此日日吟诗 以素钟情 宋小姐 落花有意 你这流水不能无情啊 绝哥儿 这怎么回事 外面叫的宋小姐是谁啊 这里头只有我娘一个人送送 你说这叫的还能有谁 容爵这会儿 那可是真的生气了 还从来就没有人 敢在他们家的门前做这种事的 倒也并不是他要生气 而是的确挺过分 这人胆挺肥啊 连你爹的人都敢碰 这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吧 我可是真替他捏上一把冷汗 牛蛋那是真的佩服 这村里头谁不怕容爵他爹呀 别看就是个文弱的秀才 那黑心起来可就真的没一个敢惹他的 这门口叫着的人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勇气 做到这个地步 大概是不知道自己离死期不远了吧 哼 别说是我爹了 就是我 那也得争死他 王奥轩在一旁也跟着点点头 不错 你想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这人敢做到这个份上 咱们就得让他吃点苦头 要不然他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了 容爵的眼睛微微一眯 表情阴冷得很 他的这副模样 一旁站着的牛蛋瞧见了 顿时一个哆嗦 不得不承认 这容爵若是厉害起来 倒也是的确有着他爹容易的那点样子呀 让人看上一眼 便觉得浑身都要起鸡皮疙瘩了 他叹了口气 这门口站着的 也不知道是谁 真是够蠢的 连该惹谁不该惹谁都不知道 也是傻 容爵正在蹲马步呢 忽而站直了身子不蹲了 他这么一动 见老的一块石子 就飞了过来 正打中他的膝盖窝 容爵的膝盖窝一软 顿时一弯 便扑通一声半跪在地上 干什么呢 我让你起来了吗 有人在门外欺负我娘 我忍不了 怎么 你要与那人打一架 话说 就凭你现在这样 也不是他的对手 硬是我被人揍死 也绝对不能受这种屈辱 见老瞅了他一眼 倒是笑了起来 很好 那你去吧 容爵一时语色 这老头难道不是说的要站出来帮他的吗 就这么让他去 他一个小毛孩子 能跟人家这样的大人对战吗 简直开玩笑 容爵眯着眼睛又瞅了下见老 而后开口问道 师父 您不打算帮一帮我 想什么呢 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想要使唤他 大概这小子想的有点美 容爵哭丧着脸 拜了个师父 这师父却是一点都不靠谱 简直要气死他了 可外面这人 他可是真心不能忍 说是就这么下去 他的娘亲就要被人给拐跑了 容爵眨了眨眼 忽而又想到了 那您把您的剑给我用一下 还去不去 我的剑可不拿给你 容爵没想到 自己的心思 全被这师父给猜得一清二楚 这整得他这会儿 可真没辙了 刚刚就是你们在这儿乱吼乱叫的 容爵上前就直接开口问了起来 他这么一开口问着 直接让眼前的这几个人都跟着一愣 居然不是大人过来 而是个小毛孩子 这倒是让人觉得古怪的很 容爵指了指为首的 眼瞧着就是个头的 直接开了口 就是你 想要在这个时候捣乱 你这胆子也够肥的 为首的男人 瞅着只有自己半截那么高的容爵 有些傻眼 这么一个混账小子 那是哪来的 走走走 哪里来的小子 这有你说话的地儿没有 你在这儿瞎气的什么祸 没你事赶紧滚开 你嘴里喊着的宋小姐 你是小爷亲娘 你们敢在这儿闹事 小爷今天就要让你们知道点厉害 宋世锦原本是要直接出手的 只是后来一想 容爵也在 正好看看容爵要怎么处理 他又料想到容爵会一份填膺 或者会奉而出手之类的 却怎么也没想到容爵的表现 与他想象中始终是差距有些大 好像 这容爵满身匪气的样子 这小爷的称呼 他都是跟谁学的 宋世锦一时傻眼了 都忘记这会上去自己主动处理了 你是宋大小姐的亲生儿子 这个小子 这到底是哪来的 不过从外表上来看 这臭小子倒是真的长得极其好看 而且 这个小子的胆子还特别的大 又瞧着一脸聪明的样子 别说 倒是真的很有可能会是宋大小姐的儿子 那当然 你这个乱在旁人家门口废叫的狗东西 还不快点过来给小爷磕头 你个臭小子 敢这么骂我 我看你是胆子太大了 不知道自己什么德性了 给我等着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 把这小子给我抓来 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男人气得直接叫了自己暗卫们过来 就要抓容爵 宋世锦眼瞧着 儿子就要被欺负了 正要上前 却被建老给拦住了 夫人 我知道你的身手好 不过此时 可不是你出手的时候 容爵得受点教训 他才能成长 宋世锦微微一愣 倒是立刻反应过来了 说的是 他是关心则乱了 老爷子说的是 是我这个最娘的有点急切了 这的确还是需要再等等 我倒也不必急 建老点点头 放心 老夫不会让徒弟白白挨揍的 这话说的 宋世锦不由地替容爵点了根蜡 建老看样子 那是已经想好了 要让容爵吃点亏 挨揍是必然的了 你们放开我 你们快放开我 放开你 你敢辱骂本公子 今天我就剥了你的皮 把我的鞭子给我拿上来 我要让这混账小子 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啪的一下 他扬起了鞭子 就是一下 重重地抽在了容爵的身上 容爵的衣服 直接就被这带了刺的鞭子 给划开了道口子 那鞭子上可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刀刺的 这火落在容爵的身上 衣服自然是保不住 当然 还有他的皮肤 也跟着划了了一下 疼 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 瞬间袭来 容爵咬着牙 居然忍住了 而且完全没有叫出声来 剑老的目光中 微微闪烁出几道赞赏来 宋时锦却是直接背过了身子 听到了鞭子声响 也知道容爵已经在此时 被这鞭子给弄受伤了 他的心跟着就是一抽一抽的疼 很好 这鞭子 我记住了 你们如此对待我的儿子 回头 我也必然要让你们为此而付出代价 抽我儿子一鞭 你们便得偿还两鞭 嘿 这小子倒是脾气够硬 倒是也还有几分骨气 看不出来这倒是挺硬气的 不过 这会儿也不知道你又到底能坚持多久 宋大小姐 怎么样 你这个当娘的 就这样子什么都当没有听见 我一会儿若是把你这儿子给打废了 你是不是也只当什么都不算事啊 看不出来 你这个当娘的倒是挺狠的心啊 宋师紧闭着双眼 他没有回话 他也能感觉到荣爵在看他 他生怕自己在看向荣爵的时候 会看到那孩子埋怨自己的眼神 嘿 你少在这里说我娘 不过就是你一鞭子 我皮糙肉厚的 才不怕被打 我娘说了 做人不能丢骨气 娘 你不用担心儿子 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荣爵咬了咬牙 疼是真疼 肌肤之痛也的确疼 可他更怕娘会被人给欺负 他是来给娘出气的 不是要让娘心疼的 荣爵越是这么说 宋师紧越是无法忍受了 他立刻转过了身子 目光紧紧地盯着荣爵 谢老 我还是会心疼啊 说完这话 他没等见老反应过来 便立刻朝着荣爵冲了过去 他直接走到荣爵的跟前 看着他破烂的衣服 和被打红了的皮肤 心疼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娶儿 你一定很疼吧 这鞭子 娘应该帮你受着的 娘 我是男子汉大丈夫 该我承担的 我一定不会不承担的 你别这样 娘 你看我 我坚强得很呢 荣爵被宋师紧抱着 心底极其的高兴 不过这会儿的他 还不忘记 悄悄地给他娘说点好听的话 娘 你别担心 这种鞭子 我爹都打过我的 我之前一个人出门调皮 也挨过仇呢 都没啥事 娘 我可不疼 一点都不疼 宋师紧一句话也不说 目光凶狠地 看着眼前的这几个人 此时的他满腔的怒火 已经开始在 缓缓地生疼起来了 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我可告诉你 那只能怪你儿子 自己惹事 跟我没什么关系 宋大小姐 你的确很厉害 可是你再怎么厉害 你也只是一个人 我这里有这么多暗卫 而且实力还是之前那几个人好几倍 你觉得你能比得了吗 眼前的男人冷笑起来 说着他拍了拍手 身后果然很快 有十几个一身护卫打扮的高手暗卫们 瞬间出现 他们个个都站在了男人的身后 目光冷漠 我上一次被你给讹诈了七千两 这可是极大的耻辱 我怎么样也得一雪前耻 宋大小姐 这一次我看我要教训你儿子 你又能怎么拦我 哼 有没有人告诉你 越是狂妄的人 下场越是凄惨 你以为你自己能胜利 其实你自己最是可悲 我总是要提醒你一句的 不要太把自己当成一回事 或许你根本就不算什么 连个人提鞋都不配 宋世锦的目光 扫射了一圈这些个暗卫 周身的气势更为冰冷 容绝都仿佛感受到了 这种强大的杀气 不由得抬眼 看了看身边的母亲 不是错觉 这种气势 真的来自于自己的娘亲 为什么娘亲身上的这种气势 竟然仿佛比眼前这些个 看起来很强壮的护卫们还要厉害 她的娘亲到底什么来头 很快 那几十个暗卫 瞬间将宋世锦给围上 就要出手之时 忽而一道声音响了起来 一兵长剑走江湖 千篇诗文最茅庐 陆遇不平三二事 斩尽无情 世间人 宋世锦有些无语 这剑佬出场 还自带BGM给他资格 整个气氛烘托着的吧 果然大佬就是大佬啊 这可是真的叫一个与众不同呢 邻居男人皱起眉头 而后等到看清楚了 这会儿忽而就哈哈大笑起来 手指着剑佬 得意着道 还这么念诗呢 搞笑 我以为是什么人呢 还念了一首不怎么样的口水诗 你这是干啥呢 显摇也不是你这么显摇的吧 她的嘲笑的话语刚刚说完 忽然眼前一黑 而后脸上 便立刻感觉到了重重的一下 仿佛是什么直接打中了她的脸 这让她不由得一猛 等到反应过来 剑佬此时就已经站在她的面前了 呼操 你这个老不死的 竟然敢打我 她才又骂了这么一句 眼前的剑佬二话不说的 直接又是一个巴掌呼了上去 这回更为响亮 更为清脆 你敢打我 打的就是你 敢对长辈无礼 你这个娃娃看来 就是小的时候欠了教育吧 居然敢这么跟长辈说话 小时候规矩没学好 大了 我就让你知道得罪了人 该怎么被教育 你 你 你放肆 你们都他妈的是废物是不是 就看着本少挨打 一个个就只知道在这里站着 她这么一开口 旁边的暗卫们这会儿 也仿佛是意识到了什么 也不敢在一旁站着瞧热闹了 连忙冲了上前 终于也算是知道来帮忙了 娘 我这个师父要被人给围上了 他这年纪大了 也不知道有没有能力躲得开 荣爵此时自然是紧张的 这伙的他可是挺担心建老的 你不是还不大喜欢建老训练你的吗 之前还不大情愿的 哎呀娘 这能一样吗 这伙建老跟咱们 那可是自己人 他是帮咱们的 我能不知道谁好谁坏 娘 咱们得想办法帮一帮师父 我儿子一下都是不打紧 可是师父年纪大了 那可不行 宋师姐听了儿子这话 心里头倒是几分放松 看来他和荣爵的教育还算不错 这孩子最起码还懂得道理 你师父聪明着呢 这点小事他可不怕 要是他觉得不行的话 那一开始就会收手了 哪里还会等到现在啊 荣爵微微一愣 而后似乎有点明白 宋师姐说的这话了 好像是有那么几分的道理 果然 那群的暗卫们 这回听了邻居男人的话 这会儿一窝蜂的就朝着剑老冲了过去 眼瞧着他们似乎还是挺厉害的 而且一个个 也的确水平比之前的那一波暗卫都强多了 只是却奇奇怪怪的 明明冲到了剑老的跟前 却始终都碰不到他 荣爵简直看呆了 同样看呆了的 当然还有这会儿站在门口的 王傲轩和牛蛋两个人 牛蛋都顾不得关心荣爵 这会儿被剑老的英姿给震撼了 王傲轩 咱们这是不是真的拜了一个 特别牛的师父啊 眼瞅着这师父 好像是真的牛得不行啊 王傲轩深吸了一口气 眼睛放光 应该是 怎么若是好好的练习 早晚也能与眼前的师父一样 之前的他们还是有点那么不服气的 毕竟 这师父看起来 总还是有那么几分不靠谱的 瞧着他好像怎么看 都是不怎么样 但是这会儿真的等到了老师父出手 他们才知道神果然是不可貌相的 我以后 一定得好好听话了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男人惊恐不已 这会儿彻底被打服了 剑老打完了 手里细细的树枝 却是这会儿连断都没断 依旧还是一样的结实 这一瞧就知道 剑老的实力真的很强 剑老冷冷地看着眼前的这群人 滚 一群废物 还不快滚 你 你们给我等着 不过挨了一下 上了药 下午继续 是 师父 我这一鞭子一点都不疼的 连上药都不用 师父 我要跟着您学本事 学这种厉害的本事 还有我 我也要跟着您学刚刚做人的本事 嘿嘿 这种好事 哪少得了我呀 况且 M3兄弟 干啥都要在一起 别废话 能不能行 那可不是说出来的 而是要真真正正的练出来的 我好好做事 记出去废话 一点用都没有 剑老这话说的 这会让眼前的三个人很认真地点点头 说的也是 好听的话谁都会说 但是能不能真正地做到 那可是要看努力的情况的 宋世锦在一旁瞧着 脸上也渐渐挂上了点笑容 你倒是会对你的孩子心疼 可惜就算是心疼用处也不大 对不起 要是以后你还这样 我敢保证容绝一定会被你宠得一点用都没有 不会不会 我以后一定都听您的话 不让我出手 我真的不动 你记着你今天说的话 这孩子是个有能力的 别养肺了 只要孩子有手有脚的 吃点苦不算什么 那在军队里训练出来的好兵们 哪个不是摸爬滚打出来的 别太溺爱了 宋世锦连连道歉 他这个当娘的可不敢拿瞧 要是真的一瞧孩子吃苦 就把火气发到剑老的身上 那这孩子以后谁还敢交啊 剑老剑宋世锦还算上道 也算是接受了他的意见 又虚心的被他给教训了一顿 这才罢了 这丑话 他也得说到前头 总不能这会儿不说 以后出了问题 再闹矛盾 那样反而不好看了 教育孩子 就得家长和师父一道实力 怎么了 看你这副样子 就跟被人给欺负了一样 说话 你这到底是怎么了 我以前始终不懂 我为什么要努力做事 要好好表现 因为爹常常对我说 旁人的看法并不重要 你爹说的不错呀 容爵皱起了眉头 那既然别人的看法不重要 那我努力又有什么用 这个 总是要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吧 可是如果我不想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觉得我现在就已经很好了呢 王奥轩有些无语 这个容爵果然就是个死杠精 怎么说他都有的杠 王奥轩这会儿 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了 反正怎么回答他 他都能有话对 那你刚刚说话的意思就是你想通了 知道为什么努力了 当然 原来我一直要努力的理由 只是要为了我娘 你高兴就好 其实什么理由都是自己说服自己的 每个人努力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理由 只要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管他理由到底是什么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我也有努力的理由 不过跟我家人无关 只是攸关一个承诺 也许对旁人来说无关紧要 对当事人来说也无关紧要 可是对我来说 却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这样的一个理由 让我觉得自己忽然之间有了价值 这样的价值可能比其他的事情 都要来得重要得多 王奥轩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 倒是牛蛋在一旁说话了 我也有努力的理由好吗 我要好好努力 争取以后每天都能多吃几顿好吃的 王奥轩与荣爵顿时不想再聊天了 两个人看了一眼牛蛋 儿后无语得很 当你人生很抑郁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眼牛蛋 你就会觉得 原来有人真的可以活得那么没心没肺 无所畏惧 傍晚时分 牛二嫂前来探望自己的儿子 看到牛蛋累成了狗 满眼含着热泪 却还要坚持努力的模样 牛二嫂的眼睛顿时睁大了 牛蛋还是挺认真的 您可别 这就对了 就得这么干 让这个小子平日里给老娘惹事的 这会儿总算是有人收拾他了 就让他多吃点苦 金娘啊 别嫌这孩子嫩 我跟你说他皮实着呢 不听话就臭 放心 没事着呢 宋世锦有些无语 牛二嫂这当娘的 那可是对孩子一点都不溺爱啊 你这真的不心疼 这孩子辛苦 我都瞧着挺心疼的呀 哎呀 心疼什么呢 我跟你说 不打不成器 这孩子啊 生下来哪一个都是混世魔王 可没有一个生下来就会听话 那不看着他 一个不小心 你回头就把你家给拆了 好像有这么几分道理啊 所以说本来这孩子生来就该管教的 大了十来岁了 让我管我都不管 但是这会儿这年纪就得吃点苦头 棍棒之下出孝子呗 其实我也不懂什么大道理 我呀这都是经验之谈 对啊 我以后还是得跟着二嫂 你学着点 那还是算了吧 倒也不是你要跟我学习 是我要跟你学才对 我们家那口子 他可是说了的 要让我向着你学习呢 那好啊 咱们两个互相向着对方学习就是了 不多时 王村长的儿媳妇 王夫人也来了 她将宋世锦上一次说的话 给放在心底 这一次还真的算是记着了 只带了一名平日里话少 能力很强的婆子前来 牛二嫂瞅了一眼 也认了出来 眼睛顿时睁大了 这王村长家的儿媳妇 怎么也来了 是来找你的 嗯 她是宣哥的亲娘 这伙能不来吗 跟你担心牛二一样 她这伙自然也是在担心自己的儿子 说得倒是 看来宣哥的娘亲还是挺靠谱的 王夫人看着是个挺有身份的人 可却并不是什么脾气性格不好的 反而这回有机会跟牛二嫂聊天 显示出了她作为村长家人的情况 牛二嫂只是跟她聊了几句 便觉得这王夫人情商挺高 瞧着其实与欢若挺类似的 都是话少 却温柔爱笑的人 你瞧瞧我 只顾着这样说话了 我呀 这张嘴就是拦不住 非得多说几句才行的 其实 这倒也没什么的 我呀 还就喜欢你这样爽朗的性格好的 老爷子 我给您准备了上好的酒 不过您只能喝一点 多了可不行 好了好了 该做什么做什么去吧 多余的话 我可不说了 怎么样 会不会很累很辛苦啊 王奥轩眯着眼睛 看了她一眼 眉头一皱 有些不耐烦着的 你怎么来了 我这 不是来看看你练得怎么样了吗 王夫人平日里 惯着儿子惯习惯了 就怕王奥轩真的生气了 就不理她了 这会说话都是小心翼翼的 王奥轩的语气还是依旧挺冷的 我这挺好的 你没事就在家里待着 别总是乱跑 王奥轩说的这话 自然是令王夫人有些小小的压抑的 可她此时却是什么话都不敢多说 倒是一旁的宋师锦瞧见了 推了下荣爵 娘 你放心 这轩哥不懂事 我得教育教育他 轩哥 你怎么跟你娘说话的 王奥轩一愣 兄弟 娘可是你最重要的人 你再傲娇 不能对着娘啊 你学学我 得撒娇 我叫荣爵 是轩哥的好朋友 您就是王夫人吧 您长得超好看 还这么年轻 一瞧就特别的有气质 王奥轩一时语色 这回的荣爵那狗腿的样子 上他很是无语 说是再换个人 大概他就直接会生气了 可平日里 他对荣爵一向是言听计从的 又特别宠着荣爵 这会儿倒是什么话都不说了 王夫人受宠若惊 荣爵吧 我也听轩哥说起过你 姐娘 还是你会教育人 荣爵这孩子呀 真的是越来越乖了 以前的他与现在 那差距可是大了去了的 现在看着 他这反而越来越好 我都羡慕你能教育好孩子的这种本事呢 荣爵现在变得可真好 哪里哪里呀 我看牛蛋也好着呢 他可是三个孩子里头最老实淳朴的一个了 而且 我还听剑老说了呢 您这个牛蛋习武的天赋 可是三个人中间最好的 他的身体素质和力量速度 那真是天生的极佳 还有耐力 那也是最好的 你说的可是真的 那是自然 我还用得着骗你不成 熊爵士练得早 牛蛋起步得晚 但是现在那个实力 也已经很强了的 这点剑老可是一并说了的 你那个恶心人的邻居 好像已经不在了 不在了 什么意思 就是那天 他们被剑老给教训了一通之后 就再也不敢留下了 连夜就搬走消失了 这不是极好的事吗 可以可以 以后这日子可总算是清静了 不过 我其实也能理解 那人为什么非要在这不肯走 还要死缠着你 你呀 你这个人就是太优秀了 像你这样的女子 若不是早早嫁了人了 那可是追求的人很多呢 行了 你呀 就别乱说这话了 我呀 这可不相信 有啥不能相信的 我这说的呀都是实话 你瞧瞧你 屁股是屁股 脸是脸 哪儿看哪儿好看 我是个男人啊 就喜欢你这样的 感情别人就是屁股不是屁股 脸不是脸啊 原谅他真的理解不了这种夸奖法 而且你还能做一手的好饭 这就很难得了 宋世锦顿时无语 容易啥时候回来呀 你呀 平日里也得看好了他 如今他不经常在家 一直在县城那种地方 难保不会被旁的女人给勾去了 等他回来了 你就多检查检查他 比如看看他衣服 有没有其他的味儿啊 还有他有没有什么新衣服之类的 还得问问他平日里的钱 都花哪儿去了 反正你就听我的 可不能让男人自己在外头乱来 宋世锦被牛二嫂这话 给整的说实话是有点懵的 但是又觉得是有些好笑的 宋世锦也不好拒绝牛二嫂的好意 便跟着点点头道 嗯 我知道了 二嫂我肯定会开好门的 半个月之后 张掌柜正在审阅稿件 忽然有伙计冲了进来 掌柜的 大喜事啊 什么事能让你这么高兴啊 瞧瞧你这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会儿你中了举人呢 那倒不可能 我家的祖坟没冒亲烟 但是掌柜的 今年你可是发了 那个讲的胡仙故事的画本大卖了 不过成品超了三百本 结果在十天之内就全卖完了 全卖完了 没错 是真的全卖完了 掌柜的 现在外面一大堆喜欢看画本的书生们都在催着等后续呢 咱们这可是遇着好机会了 那这一次可绝对不能错过来啊 外面有多少人 估摸着算了算 有将近几十人呢 但是掌柜的 依照平日里的画本销量的行情来算 这还只是个开始 接下来的三个月 这画本可能会人传人 口碑越好 效应越好 到时候 这画本可能看的人会更多 伙计兴奋不已 难得遇到一本卖的好的 这书店的画本卖起来 那也是要看天时地利人和的 有些画本不温不火的 也就只能是刚刚好小赚一笔 可有些画本就会莫名其妙的 人人都喜欢 而且一出手就立刻卖得极快 我早知道这画本一出 定然会有好的结果 只是没有想到 这结果居然来得这么快 你立刻找我们所有的 抄写画本的写手们 给加上一点钱 开始让继续抄 一定要再多抄三千本 一直到卖不动为止 好嘞 掌柜的 就等您这句话呢 哦 对了 赶紧背马车 我要出去一趟 夫人 薛夫人来了 安叔 快让他进来吧 我看你家是越来越热闹了 终究是忍不住过来 也凑个端 毕竟一个人在家挺无聊的 无聊了就来我这串门就好 我这儿随时跟你留着门呢 这是我做的 你也尝尝 看个味道怎么样 我做这道菜还是跟你学的 我们家老薛总是说 我做的味儿不正 正好我就过来让你试试了 宋世锦与户安若坐到桌子旁 尝了尝他做的料理 然后点点头 这味道还行 不过呀 你肯定是放醋的时候将时间整错了 其实这个可以稍微等一等 快出锅的时候再加 难怪我始终做不出你说的那个味道 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呀 这一次你提醒我了 那下一回我就不会再出问题了 妹妹是在练字的吗 嗯 倒也不是 我其实就是挣点小钱 对了 安若姐 你应该是识字的吧 嗯 认字倒是的确认得起个档 那倒是正好 姐姐可以帮我看一看的 看看 对 我其实是在给书店写画本 但是也不知道这本子写的好看不 正好 安若姐你也识字 不如就帮我瞧瞧呗 你 你写画本 嗯 是啊 其实我的水平可能不怎么样 我就是想要多挣点钱 毕竟希望自己能有多点收益之类的 还请安若姐你帮我瞒着点 这一事我也不想让其他的人知道 那刚开始不想让其他人看完 老师 图